花蓮车站挤满了人潮售票窗口大牌长龙 希望能赶在台风登陆前离开花蓮 明昔台风直扑台湾东半部地区 而台铁为了确保乘客安全 在29号早上发布了东部干线 对向列车停驶的消息 为了输赢乘客 今天早上开放巴列次普庸马泰鲁河自由座 不过许多原本预计防北工作的民众 错失换票时机 只能等待北上的区间车 如果是分到这个台风天 然后这个票只能对票啊 没有办法 那工作怎么办 那工作也是要暂缓一天啊 整个都没办法照记号 整个心情会很差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就在那边等下 我们要去一间车坐到宜蘭 然后再从宜蘭坐客运到台北 台东地区的民众也受到严重影响 因为29号晚间12点以前 台北台东以及南回的对象列车全都停驶 造成部分游客滞留 也因为往北或是往南都没有交通工具可以搭乘 放假回家参加风年纪的福一青年 受到田路停驶也无法归队 为了输赢游客台铁已开放不用马自由坐 但由于抢搭人潮实在太多 再加上苏华公路也预警性封闭 大多数旅客几乎是动弹不得 金光火车停驶会造成许多不便 但为了安全考量 台铁人维持29号晚间12点前 所有火车班次停驶 记者综合报导